大家好 之前Ledger发布了新的产品Ledger Stacks 在官网看相关的产品介绍的时候 我也看到了相关的一些 关于助记词方面存储的产品 其实现在我们比如说 钱包方面其实很简单 钱包方面你比如说就挑一个Ledger这样的大品牌 然后选适合自己的钱包 然后买一下 然后那个私钥的问题就解决了 相对安全的问题就解决了 然后其实你买回来以后 你会纠结一个问题 其实最终的一个问题会归结到助记词的问题 因为助记词这个东西 你开始创建钱包的时候 你肯定要存吧 然后这个东西你怎么存 你不存你肯定不行吧 你买了个冷钱包 然后冷钱包到时候坏了 你助记词又没存 那你什么 那你就等于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对吧 那关于助记词怎么去存放 其实大家应该肯定是心里也纠结过这个事情 那本期视频呢 我分享一些就是目前市面上有的一些那个助记词存放的产品 然后我们直接总结一下 就是最终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助记词比较比较合适 好 那我们开始吧 好 我们先看一下 某宝上面的一个产品 蛮有代表性 叫永不消失的密码 这个卖家 看一下他的视频 准备工具 准备工具 把注记板放在坚硬地面磁板下面 可以列一张纸避免磁板磨损 用手或者钳字固定模具耐心敲击 敲击时一定要用力自体清晰内观 操作简单 祝老板们发财 好 这个蛮牛逼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金属的 三菱 他说第二代助记词版 三菱死不修钢 助记词版 然后硬搞 拿那个二手六个英文字幕 你敲 一个额敲 这个也没毛病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 是Ledger上面的相关的一个品牌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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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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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 the same tile to depress the spring at the bottom and unlock the bottom latch while opening the unit Inserting the tiles Step 4 Pick your tiles from the tile tray and slide them in to spell your key or words Please note Ensure that each row you are using is full of tiles Use blank spaces as necessary to fill up the row Those tiles can be found in the center of the tile tray along with the number tiles You will know you have inserted the tiles correctly if the tiles are unable to move once the unit is closed Step 5 Close the latch and using the tile again Secure the lock on the top right-hand side of the unit Double check your data and you are finished 好 這又是一個 就是拿相應的字母一個去塞 它是這樣的 它我看了一下 它是支持12個單詞的和24個單詞的 它應該都是支持的 如果是那種24個單詞的那種格式的話 它是就是每個單詞的話 它是前四個字符 你把它塞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因為這邊也順便說一下 因為現在Ledger的那個Ledger生成註記詞它的一個協議是BIP39 BIP39的話就是一共有2048個單詞 它會從當中隨機挑選 然後最終生成 所以每個單詞的話 前四個那個字母你把它記下來 其實這個單詞就是確定的 那關於那個BIP39的話 它相應的協議 比如說你在Github上面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是英文的 它有英文的、法文的、義大利文的 然後還有那個中文簡體的 中文簡體我也碰到過 像有的錢包也會用中文簡體的 然後像英文的你就看 它其實是2048個 就是從這當中它會隨機生成的那個註記詞 因為Ledger用的這個協議也是BIP39 這邊就順便解釋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產品 還有一個產品看一遍 來個產品看一遍 在這個LVORD mnemonic 你用了一遍 這 means you spell out the entire word and use a separator in between each word for clarity remember to double-check your work before you get started the deeply stamped tiles have uppercase letters on one side and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other so take your time and make sure you get it right once you have completed this process you will have essentially gained offline permanence with your data after you have put your password on the core use the fastener to secure the tiles bend the strap with your fingers just past 90 degrees place it on the core and pull firmly to close it into place now let's go to the BIP3924 word mnemonic with this seed you use the abbreviated form this means that you only need the first four letters of each word followed by a separator please note if there is a three-letter word included in your sentence for example fat just place the three letters on the core and follow it with a separator there is no need to add a space tile once you have everything on the core remember to use the fastener to secure the tiles and you're done thank you and we hope you enjoy your crypto steel capsule 好 这个呢 这个产品的话 就是它等于是这样的 对吧 它最终是这样的 然后其实就是 就是把你的相应的足迹词一片片 往里面去填嘛 对吧 然后视频它也演示了两种 一种是就是12个单词的足迹词的方式 还有就是24个单词的足迹词方式 然后如果你是12个的话 反正就是你12个单词 反正就一片片全部往里面堆嘛 如果是24个的话 它就是每次往里面放的这个片的话 等于是也放单词前四个嘛 对吧 但是但是它也说了 如果如果你碰到一个单词 正好是三个字符的 三个字母的话 那不缺一个嘛 缺一个它有一个那个张伟福 它有一个相应的那个风格 风格的那个垫片 然后你把那个垫片最后填上去 反正就保证每个单词就是四个嘛 对吧 然后最后最后完成就是这样 那像这样的一个产品呢 其实我其实我买 其实我个人的一个主要的 主要的疑惑就是你到时候 比如说你要看你相应的足迹词的话 你要从这个这个里面一片片去拿 拿出来的时候 拿出来的时候 千万不能把那个顺序啊 什么搞错 当中搞错搞错一片 那那你就惨 那你要是真的买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你基本上 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去用这个东西 就是放好以后 就是永久的保存下去 对吧 然后它这个东西的好处就是 那确实是满便于存放 这么一根很细的这么一个管子 对吧 然后把它尝尝好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拿出来的话 那我第一反应就是 你一个个拿的时候 你最好拿个手机啊 什么把相应你拿出来的时候 那个视频给录下来 对吧 真的是搞错的话 那真的是蛮惨的这个事情 好 那我们 那刚才还看到 我之前还看到一个这个东西 就你买了那个Ledger Ledger它其实 Ledger你要是不坏的话 它不会 你设完密码以后你进去 啊 就你初始化以后 有了珠奇词以后 然后不会设置完密码以后 这个东西它本身 其实就是等于存了珠奇词嘛 你可以从从它里面 比如说再生成珠奇词 对吧 你哪怕当时没有比如说 记珠奇词的话 你可以从从它这边进行恢复 它其实也算是一个保存呢 所以呢 它相应的 相应的那个Nano 它也提供了相应的这种保护壳嘛 你把它 你比如说 可能是你要外出鞋带 或者带到一个地方 或者怎么样 或者你要保存的话 它它搞了一个壳子 对吧 但这种硬件的东西 这种电子产品的这种东西 说老实话 很长时间不用 你真不保存 真不能保障 它哪一天哪一天就不行了嘛 随便你套套子 还怎么样 还怎么搞 对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看了相关的产品 这是像某宝上面 其实看来看去也大同小语 基本上就是 就是这个套路 像像像这种像这种板子型的 对吧 板子型的你把它弄好 这种还算方便 对吧 它为什么要用这种这种金属板子 什么304什么 就是防火防水嘛 然后我们 它那个Ledger提供的那种纸质的东西 你其实把它抄下来 抄下来 其实你不能随便乱放嘛 你可能放在潮湿的地方 什么时间长了 那个字就 就就看不清楚了嘛 这种东西主要考虑这一点 然后这种板子的话 它有一个好处 你打开打开就就能看了嘛 但是就是现在 现在会碰到一个问题 比如说24个那个单词的话 你不是都记前面四个吗 你还要还要翻出这种这种东西 然后进行进行把后面的那几个 给它找出来嘛 对吧 你比如说About 你你那个上面其实只记了ABOU 对吧 那你后面ABOU的话 其实是还要ABOUT 对吧 你真的要通过朱基础恢复的话 你还是要把这些东西一个个给它找出来 通过通过这个板子上记的和那个那个相应的BIP的那个 这么一个文档 然后呢 然后呢 像像刚才这种圆形的B端 其实我我也说了嘛 那还有的还有的小伙伴 我之前看网上还有的小伙伴是怎么存啊 那那就是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找个老的手机 老的手机 反正老的那个比如说iPhone 你不用了 然后你也不要联网 对吧 然后你可以 可以拍张照片啊 然后存在存在这个手机上面 然后这个手机也设了密码 时不时拿出来的充充电啊 维护啊 弄一下 反正它也不联网的嘛 对吧 或者或者你是保存在那个iPhone上面建一个什么小文档啊 什么这个这个随便你反正道理都是一样的 那还有我看到有的方法是就是 unpassword里面 放在unpassword里面 然后把unpassword的这个相应的密码 你自己记住 对吧 他他说还有一种方式 还有的人就是更加复杂一点啊 他就是 比如说你有二十四个二十四个那个单词嘛 然后然后他把它分成分成八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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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三个八 然后把这个把这一段那个把二十四个注意词词分别存储于三个地方 比如说一个存储于unpassword 一个存储在keeppass 一个存储存储在lastpass 上面 那这也是一种方式了 那其实你搞得越复杂 其实就把自己搞得越复杂了 那我做 那那你有可能三个三个存储的这个地方 那哪天可能相应的那个 因为也是存在网上的嘛 哪天可能服务器当了 或者你自己密码忘记了 这个这个东西也找不回来了 对吧 那我个人 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 你如果是长期不用的话 那这种助记词一般不太会用 你比如说你把它存在存在相应的 这种这种东西上其实还是还是OK的 那包括包括之前那个淘宝上面淘宝上面 简单粗暴的吧 直接直接和30400上面去刻的 刻完以后 也OK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要放放好 那万一人家 这个东西就怕直接拍张照啊什么的 这种东西 很多事情防不胜防 那相应的 作为我个人来说 我我比较简单一点 我可能比较推荐还是你在那个 他来家送的那个相应的这种纸啊 还是可以的 我看质量还是可以的 你搞两份 一份呢放在自己家里 一份呢你可能放在父母家里 然后放在比较牢靠一点的地方 对吧 干燥便于存储的地方 然后时不时呢也打开来看一下 对吧 这个是相对来说 呃比较方便 比较经济实惠的一种方式 好那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觉得我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啊 那如果小伙伴们有其他的存储的 比较好的一些 个人认为比较好的一些方式方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留言啊 这位